就是要让他提醒他 提醒他 一定要记住 金钟报国 所以岳元帅 他谨尊慈信 谨尊的母亲 母亲的教导 母亲的训事 所以他一笑作终 后来他以 直导黄龙迎回二圣 就是为己知 他就是要把 被抓去 北方的坐井观天的 宋徽宗跟宋庆宗 去把他接回来 救回来 岳飞岳元帅他忠心耿耿 就在他成功之际 勤快 驾穿圣旨 连传了舌道的金牌 把岳元帅 调回了林安 那呢 甚至于呢 甚至于呢 岳元帅呢 他还怕 怕说呢 假使呢 他去世以后 那呢 他的部将 还有他的孩子 为了要为他复仇 那反了怎么办呢 那不是毁了他一世的英明吗 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呢 岳元呢 一起掉来了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呢 他的随将 岳元帅的随将 就是呢 马后王虹呢 他呢 扶手死一乱刀之下 那马前张宝呢 他到狱呢 狱中呢 本来要去救 要去救岳元帅 岳元帅哪有出来之理 他没有 不要的 他哪有可能来逃 不可能的 既然呢 岳元帅 你不让我救出去 所以张宝呢 就在监狱的前面呢 撞墙而死 那后来呢 岳飞呢 岳元帅呢 他受到呢 批麻问罪的苦 非常的辛苦 那跟了大公子 岳元 还有他的部将呢 张宪 最后呢 以莫须有的罪名呢 死在风波亭上 那他的女儿呢 盈平小姐 听说呢 父兄被害 所以呢 他也投井自尽 自杀了 既然父亲哥哥呢 都这样子呢 冤枉而死了 他也不想活了 所以他就投井自杀了 所以他们一家一门呢 忠孝结义呢 好气凛然 这个呢 就是呢 金钟报国的 我们的岳武木 岳元帅 再来 圣讯呢 有谈到说 三顾毛鲁量出事 这个量就是指了诸葛量 说呢 诸葛量呢 他的钱 出事表里面就有提到 他说呢 成本不一 公庚于南洋 果权性命于乱世 不求问答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比肉 伪自往驱 三顾臣于草炉之中 知臣于当事之事 游是感激 所以呢 遂循呢 先帝呢 与驱慈 就是说 他形容在他的前书诗表呢 出诗表里面形容说 他本来是公庚于南洋啊 不想要呢 不求问答 可是没有想到呢 哇 先帝呢 不嫌弃他比肉 所以呢 委屈自己呢 三顾三次 来到毛鲁来聘请他 所以呢 他呢 因为这样子感动感激 所以呢 就答应了 先帝呢 来为这个国家呢 来奔驰 就是说呢 东汉末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天下大乱 四方云扰 哇乱了 到处到处 都是因为整个都乱了 所以 那因为呢 诸葛亮呢 是很难得的人才 诸葛亮呢 被呢 媲美为呢 是呢 星舟八百年的江子崖 也被媲美为呢 忘汉四百年的张良 张子坊 就是呢 当时的人呢 了解他的人呢 形容他就好像呢 帮助呢 周朝呢 兴旺八百年的江子崖 就好像呢 帮助呢 汉朝兴旺的 张良张子坊一样 那刘备呢 他为了呢 要呢 要兴旱四的江山 所以呢 为了要安邦定国 他三次呢 我去屈身自己呢 到南洋隆中呢 山上那边呢 去聘请呢 孔明 出来做官 出事哦 孔明呢 深深的受到感动 终于出山了 出山了 来为刘备与蜀汉呢 鞠躬尽瘁 死而后遗哦 那对这件事情呢 三国演义呢 他诠释的更清楚 是这么说的哦 说刘备 还有呢 关云长 还有张飞呢 一起呢 从人呢 就是身边的人 大家一等人呢 一起呢 到了龙中了哦 那第一次的时候呢 孔明不在 家童呢 也不知道呢 师父去哪里 也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回来 哇 刘备呢 惆怅不已 也是心情呢 不好这样子 那他想说 不然我在这边等嘛 等看看啊 对不对 我等他回来 也没有关系啊 如果真的等 等了很久 还遇不到 再回去也没有关系啊 哇 可是也真的等 没有等不到了 只好回去了 哇 那呢 他们三个人 回到了新野以后呢 过了几天 刘备呢 就派人 去探了哦 探孔明的行踪 哇 有消息了 回报说 卧龙先生呢 已经回来了 孔明回来了哦 刘备呢 马上叫人 备吗 哇 准备了 要去了 张飞就开口说了 哎呀 亮他一个春夫 何必搁搁你自己去呢 就派人去 叫他来就好了啊 刘备生气 就骂他了说 你难道没听说过吗 人家 孟夫子有说过 欲见闲 而不以其道 犹豫其入 而避之门也 你怎么可以 对呀 连孟子都这样讲呢 你想要见闲 你如果不用 恰当的方法 哪有可能 不可能的 那人家 那是没有办法的 门关起来 你知道从哪里 哪一个门进去呢 不行 孟明呢 人家呢 是当事的大闲 怎么可以 用把他招来的 不可以的 我们要自己去 他就上马了 上马 他竟然上马呢 那我们的官公啊 我们的张飞啊 元帅 一样啊 一样 当然要跟 乘着马跟啊 哇 那个时候 刚好冬天 天气非常的严冷 而且呢 哇 这个呢 云呢 是密布的 哇 行不到吉林啊 又遇到呢 这个呢 冬天的风呢 北风呢 林林 瑞雪飞飞 还有下着雪呢 哇 这个山呢 好像玉畜一样 因为有下雪啊 好像白玉一样啊 这个树林呢 好像云床 因为有下雪 好像银色的床一样啊 张飞就说了 这个天寒地冻 都还不适合用冰呢 哪有说呢 这沿途呢 来建一个 没有意思 没有用的人呢 倒不如呢 我们就回新野去呢 去避避风雪 也可以啊 刘备就说了 我呢 就是要这个日 这种的 天后去 然后要让孔明知道 我是真心诚意的 弟弟你如果怕冷 你回去吧 张飞就说了 张飞张将军就说了 死都不怕冷 哪里会怕冷 我是怕哥哥你 空老神事 刘备说 不要多说了啦 一起去就对了啦 那他们呢 就往了卧龙港来了哦 来到了这个卧龙港了 在那庄下就下 庄前就下马了哦 可可就扣门呢 问童子说了 今天先生有在庄上吗 这个呢 家童 书童就说了 现在呢 在堂上读书 刘备哦 好高兴哦 赶快跟着